法輪秀臨鄉的三戰社區 因為第一年落大後 房間很嚴重 也做生徒舊樓 這裡十三百都一定路 現在民眾是很煩惱說 如果遭遇到他的時候 會影響到他死命的安全 所以有相關的單位 就要趕緊處理 另外法輪市區 因為有這麼多棟 蓋蓋的大樓要痛 基本上也幾個交通所得的路線 讓民眾要注意 秀臨鄉三戰社區的基民 看到部落後面房間很嚴重 將去跟十三百一塊看 第二年後因為就大火 十三百整個都是房間的途中 讓人看得很煩惱 部落的老大人說 六十年前不發生過嚴重的水房間 車區的站起來差不多都退去 現在又一定發生第二年 房間也就沒停 所以還要進行蓬佩的規制 希望政府相關單位 可以拆除經濟的風險措施 到我們三戰社區的十零到十一零 整個都會被吐司 埋目的一個跡象 另外在法輪市區 在當初先戶開大飯店 通水大樓 若天雷地 跟百民家二合四棟廚 倒去要聽到 一到百二紅樓 上海班跟上海科的交通 百民燃受的影響 不過管警局已經幾位法輪努中 法輪國中跟民立國秀 附近車路收到的措施 後來民眾就要以警察 還要給自己的機會來通行 無論市區可能因為觀光客減酒 路要算好走 不過警方給民眾 不可能聽到的現場來看 影響交通 如果幫忙整個三戰社區的情形 香港所表示 的家庭感控也會關護歡迎 希望關警及十三百所通 現在總合報道